长辈来到活动中心修剪头发 中和区景平里举办议检 结合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 及庄敬高职展开了这场社区公益 夏天到了为长辈们整理造型 希望可以让他们感到神清气爽 今天也非常感谢若平理事长 以及我们景平里秀丽理长 帮忙协助这个活动 他把庄敬的老师学生们带过来 修理理长这个好的活动中心 借给我们来使用这个议检活动 才可以得以顺利的完成 那么也借这个夏天的机会 这些高超的手艺 让这些老人家们把头发 这很关键的修剪 让他们更能焕然一新 有章者就说 因为现场服务人员热情 态度亲切 不但整理的造型 就连心情也跟着焕然一新 他们的态度热情 让我剪得也很开心 新北市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 理事长何若平说 本身毕业于庄敬高职 学弟妹们对于社区公益的参与 一向是不落人厚 所以自己到社区做公益 就邀请他们也共襄盛举 一块为长者服务 那因为夏天到了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将这些长辈修剪的短一点 让他们更舒适 所以这次结合了锦皮里的游里长 一起来共同的社会服务 也期待这些学弟妹们 能够把他们强项服务在 落实的这些长辈身上 现场由庄敬高职师生 为长者服务 操刀的设计师是已经毕业的校友 而一旁有在校生见习 是技术的传承与爱心的绵延 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场的学生 其实都是我们的 庄敬美容科的在校生 那老师们他其实现在都已经是设计师了 那也是我们的庄敬的校友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这一次的 意见活动来让我们达到我们的 把爱传承跟技术传承下去的精神 社团结合学校及邻里举办意见 也希望抛砖引玉 邀请更多单位加入 凝聚各方的力量 让这份爱可以绵延 照顾更多的社区长辈 记者卢秀娟综合藏报导